Hello,大家好,我是东东的周老师 我们来帮甲祖还有初段的小朋友看棋 这一盘棋是让二子 从这个布局的形状就发现 两位小朋友的续盘下得很好 那中间开始以后出现了比较多可怕的问题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首先,黑的现在应该要往上还是往下 往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大概就这样一点点地 那往上的话,可以破坏白棋整个中央的发展 所以现在往上非常的重要 下面让给白棋没关系 黑棋这样下的话,领先比较多 实战变成这样子,黑的就比较不好下了 看起来呢,只好 冷静地长一手,让它黏 然后我们再从外侧慢慢地来破地 实战这样子乱杀,黑的真的很危险 超级危险的 白的占到很大的便宜 然后下一步棋是不可理解的 怎么会下在这里呢?我们至少至少要把这一颗给拔掉 这样黑的才不能从这边叫吃我们 那最厉害的方法提供给允泽 我们先板这一步,让它的形状变差 它不能够乱来,因为一下子就死了,你看 就全部死光光 所以当你板的时候,它也只能够防守 看它要防守在哪里,就都没关系 我们再把它提掉 这样黑的还是留下了很难看的断点 白的就非常好 那这一子损失很大的时候 黑棋呢,虽然这边有叫吃 可是因为直接吃,吃不到 所以黑的可以考虑藏这一手 这样就防止了白棋刚刚很厉害的板 而且这边就多了一个叫吃 那白的怎么办呢 这时候就比较难下 比如说什么下这个吗 那黑的就别理它 中央已经可以来破地了 这样我们会发现白棋就抓不到 黑棋呢,也觉得还OK啊 这样子 乱打成这样的话 这个黑棋就非常的不妙 白的已经可以立刻来切断这里了 刚刚有看过这个招数 黑的已经死掉了 还蛮惨的 那允则呢,可能有点太保守 现在 那盛凯,以后拜托你 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断点 这个黑的完全看不见自己的断点 这样不行哦 这边一定要粘起来 最好我们把它头先多打几下 看这是正确的打头方向 然后再把断点补好 这样黑棋感觉还不错 这样看起来就很惨哦 云泽很厉害 开始进攻黑棋的断点了 非常的漂亮 然后打在这里哦 应该是不如打在这边 因为打在这边的话 人家打头 你还可以直接提在这里哦 也蛮不错的哦 你现在打在这里 那万一他打头的时候 你就只好乖乖的藏在这边 就会被他连续打好多下哦 这样子哦 那黑棋这边 呃,刚刚有讲过哦 应该要直接从这边疯狂打头来破中央 这里反正已经烂掉 不要再下哦 这个越下越惨 那云泽有没有看到这是反提啊 这样下黑的就惨败咯 哦,结果呢 走这个就很可惜了 就被人家把这个救回去了 那现在重点在哪里呢 当然是在中央啊 保护这个头 我们中央这个地 就有可能会围得比较大哦 吃这一颗就太小了哦 不错哦 盛凯你第一步下队了 那接下去 这三颗不能再跑 这样会越死越多哦 哦 这个黑的看起来快输了哦 中央实在太大了哦 那现在想杀左边是不太可能的哦 然后云泽这个可能平常因为死活题做的有点少哦 所以就下了太害怕了 左边这个棋 呃 我们要做活至少可以扩大空间啊 哦 看 扩大空间啊 这样子 活的 木树就多很多了哦 走这个真的太保守了哦 那盛凯已经不知道自己在下什么了哦 现在这个黑棋中央才是重点 我看怎么破 哦 因为旁边好像还有路可以走哦 所以可以下进来一点点哦 那白的感觉就应该要脱线哦 结果还在补哦 现在这个双方都已经不知道自己在下什么了哦 那到底最后谁会先脱线呢 哦 这边的攻击应该没什么用哦 重点就是在中间哦 我们刚刚强调过很多次哦 胜败的关键就在中间 那现在左下角哦 做出了一个死活题哦 那这个死活题呢 哦 下成这样的时候 白棋就已经很开心的活了哦 可以下在这里 然后就活了哦 可是刚刚有说嘛 云泽是平常死活题 做太少的人 所以一下子就被杀掉了哦 好可怜 那现在死掉之后就不要再乱下了哦 不然可能会后手死哦 看已经后手死了哦 这个时候圣凯如果哦 照刚刚说的丢进来 或者是冷静的哦 慢慢的破地哦 黑的就有希望哦 结果呢 这死了怎么还在下呢哦 我看到这边哦 感觉非常的恐怖 因为双方这个死期一直在乱下就很恐怖 好 终于还是出段的小朋友哦 先清醒过来了 下到重点哦 那现在黑的已经快要输了 只好呢 慢慢的哦 从自己的朋友这边慢慢的破哦 那这个 这个圣凯又开始了 下着没有用的 云泽 你看看这不用补的棋 还在补怎么办呢哦 你这个棋 中央随便唯一手就赢太多了哦 这个 好 终于还是云泽先脱先了哦 那么 现在说过了 黑的只能从 旁边慢慢的来破 因为白的人已经太多了 那这个时候还丢进来盛开 你这样不是自寻死路吗 我们看这个 这盘旗下了后来 本来黑的输多了 这个棋 看一下 好 到这里的时候 这黑的输的非常非常多 可是白旗也要小心哦 因为 黑的这里有藏一个隐藏的先手 你这样下的话 黑的推这一步是先手 你这边要补棋 所以这边的断点 看起来就比较恐怖 那么白的 如果能够发现 黑的推这一手是先手 有这个断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要这样补断点 你这样补断点的话 黑旗就绝望了 他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这样他就死定了 那好可惜 这盘旗本来白的因非常多的 从这里开始 黑旗他终于发威了 但是很会制造白旗的断点 蛮强的 就在这边猛冲的时候 白旗就开始 吓得出现问题了 就直接被杀掉 结果黑旗都还没有用到 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先手 就已经直接紧到这里的气了 就把白旗给杀了 这边盛凯确实是强 那这样从这边开始 就完蛋了 这白旗这一盘旗输得非常可惜 那看完这一盘之后 两位小朋友呢 请你们一定要注意 你们布局下得那么好 然后中盘的时候呢 很多那个没有用的旗 就不要再下了 一定要看到重点在哪里 好 那我们今天就看到这边 希望大家要继续努力练习 大家拜拜哦 拜拜 谢谢大家